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人生 最近大家都在聊免疫力 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帮助自己提升免疫力呢 而免疫力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多重要的影响呢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嘉莲太平医疗网的吴希浦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中间 吴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医师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其实最近大家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都讲到 如果自己免疫力好的话 可能就算感染了轻度感染 我们都能够靠着自己的免疫力而恢复 那免疫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我们身体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免疫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免疫系统 其实是一个人体的预防系统 就是当外来的物质进入身体以后 像细菌病毒 它这个免疫系统就可以上去攻击它 然后把它消除掉 这就是免疫系统 那免疫系统它包括一些组织 器官和一些细胞 当外来的比如说病毒或者细菌进来的时候 那它这个里面的免疫细胞就会产生抗体 就等于打仗 对 就上去跟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跟它打仗 然后把它消灭掉 OK 对 这就是免疫系统 OK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免疫系统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 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反应 会告诉我们自己现在免疫系统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免疫系统 当然你可以大概通过验血 但我们医生可以通过验血里面有白血球 你的白血球是多少 里面还有分类 比如说有淋巴细胞或者蛋合细胞 或者四中心粒细胞 那这些东西可以大概的感觉起来 但主要还是看你过去的经验 OK 那你这个人是比较非常性的容易感冒 OK 经常性 只要人家是一个季节可以感冒一次 你可能感冒好几次 一年感冒好几次 对 OK 这就是你的免疫力功能比较低下来 好 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升免疫力 应该做点什么 在生活的习惯上 或者饮食的习惯上 或者用所有可能的维他命 补给品的方式 是能够怎么样帮助自己提升免疫力 对啊 现在在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下 我觉得在还没有找到治疗以前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考虑到 怎样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这样的话 80%的得到这个冠状病毒的人 还是可以得到痊愈的 OK 对 那这个就是要靠自己的免疫力 那第一就是饮食 要一个健康的饮食 所谓的健康的饮食 怎么样叫做健康 尤其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 对 那健康饮食 第一就是你要多吃水果素材 OK 因为这个水果素材里面有大量的维他命 包括维他命C 维他命E维他命A 还有一个新 微量元素 这些都是增加你的抵抗力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增加你的蛋白质 蛋白质 对 蛋白就是你要鱼啊肉啊 那当然就包括各种各样的瘦肉 对吧 OK 那另外就是那种发酵的食物 发酵的食物 比如说酸奶啊 或者日本的miso啊 或者韩国的这种 泡菜 泡菜 对 泡菜 那它主要是进入了肠道 维持一个正常的肠道的细菌群 它是叫好的细菌 OK 那这样的话 当好的细菌群建立以后 你坏了细菌群就容易被抑制掉 OK 那另外就是那些大蒜啊 或者姜啊 这些都是 蜡椒呢 也是一些抗氧化剂 OK 那这些对增加免疫力都是比较好的 那你要避免的就是 多糖 多脂肪 还有酒精 OK 这三样可能就破坏你的免疫系统 比较有伤害的 对 这是食物方面 OK 那另外就是锻炼身体 那长期的锻炼身体 对你的免疫球蛋白的产生是有帮助的 OK 那这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要避免就是stress 我们英文叫stress 就是压力 压力 太大的压力 对 你要学会放松自己 OK 对 那第三就是要睡眠充足 OK 对 那你每天就至少保持 对承论来说 至少七到九个小时是需要的 OK 那睡的quality是不是也很重要 当然是 要能够真的睡得很稳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可以等会有机会再讲 OK 那最另外一个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relationship 就是好的人际关系 OK 因为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OK 所以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对 你要保持乐观 保持humor 就是幽默 OK 那另外就是不要抽烟 OK 所以烟酒其实在对免疫系统的伤害 相对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不过刚刚吴医师有讲到说运动 我们如果过去没有运动 我现在开始固定运动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帮助 应该是 我们说的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坚持 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也不会睡太晚 不会太晚总是有帮助就对了 对 刚刚讲到说饮食也讲到 但我讲到维他命 现在可能很多的观众说 哎呀我要这个增强我的体力 就去开始吃很多各种不同的维他命 抓了一把臭黄肚子里吞 到底我们应该可能用什么样的补助品 或者营养品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的 OK 首先我是觉得就是 主要的维他命能够增加免疫力的有三种 一个是维他命C 它是一个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 你自己的身体是不会制造维他命C的 需要外加摄入 第二就是维他命E 那是一个抗氧化剂 OK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维他命的B6 OK 这三个是主要的维他命可以增加 帮助体内增加免疫力的 OK 但是我们不是很鼓励你去找单一的维他命C 维他命E或者维他命B6吃 分开吃 我们希望的是通过食物 其实食物有时候你多吃水果蔬菜里面 它有充分的各种各样的维他命 这样的话你吃食物远远超过比单一的去吃那个维他命C或者会好很多 但是如果你要生病了你希望吃一点维他命C 那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的 有没有在剂量上因为有的人觉得说维他命C吃多少都没关系 它自己会排掉 OK 这是正确的吗 还是应该有一个一定的剂量 维他命有分两种 一种我们叫水溶性的 一种叫子溶性的 子溶性的维他命像维他命A维他命E维他命K或者维他命D 那些你不能多吃都是会中毒的因为它在体内可以累积 OK 对但是维他命C是属于水溶性的 水溶性你多吃了也就浪费掉就排泄掉了 OK 不会在身体里的 但是我们一般鼓励的剂量因为一个人日常的每天需要量是90毫克 OK 但是一般外面的剂量是500到1000毫克 我们医生建议就是最多一天不要超过2000毫克 OK 对 OK 所以按照吴医师讲其实提升免疫力现在为时不晚 只要开始好好做到 吃得对 而不是吃得好 因为之前有人讲说吃得好就可以不对 要吃得对 然后睡得好 然后保持为好的心情 基本上我们的免疫力自然就会有这样加分的效果就对了 对对对 今天谢谢吴医师 我们下次再来聊心情对我们的免疫力有多大的重要性 好的 谢谢